说到两个月前大概8月份的时候呢 上证指数就大幅度的下跌了 导致中国的股市大跌的原因 您觉得有哪一些呢 其实我们看到从5月6月开始 中国股市下跌是分两波的跌浪 第一浪的跌势呢是从5178点的高位 差跌到4000点以下 之后呢曾经有过一波反弹 反弹完以后呢就出现第二波的跌势 第二波的跌势呢上证中和指数呢 就曾经跌破3000点跌到近期的低位2850点 我对于这两波的跌势 我的分析呢是有不同的原因 第一波的跌势从5000点以上跌到4000点以下 主要是当时A股的情况呢 是呈现过热的很过度的投机 再加上风干的影响 因为那时候两龙呢 再加上场外黑资的资金推动 所以股市在6、7、5、6月的时候呢 是激素的上升 而因为升市过激呢 出现一波很激素的调整 而之后呢由于中央中国政府呢 担心这个股市跌市过激 也推出了很多的稳定措施 所以出死中国股市呢 出现一波的反弹 但是反弹以后呢 中国股市继续的下挖 这一第二轮的跌势呢 我认为呢就跟第一轮的原因是不一样的 第二轮的跌势的原因呢 主要是我们看到7、8月的中国经济数据明显的转差 包括固定资安投资啊 还有这个外贸啊 都表现很差 而且一些先行的指标向 机造业的采购经理指数 PMI呢也跌破了50的这个经济的融负 融负分界线 所以呢在担心中国经济放慢的推动下呢 就出现第二波的这个跌势 上升综合指数呢 最低跌到2850点才回升的 在这边呢 很开心地 我们现在做过了好 稍微词 我们不要再吃 我们再看